Good morning students 大家早上好 我是总统老师 这位老师 今天一样 还是早上在上海 顾强网校CZ Talk这个地方 帮大家做一个 基础的美语 发音以及语法的练习 老师 因为这几天 就要操劳一点 长了一个青春痘 不好意思 同学们觉得奇怪 这边怎么有 青春痘 还是一样 在我每天的CZ群里面 我都会公布一些 关于一些发音 发音上学习的一些方法 在今天的晚上7点半 同学们也要注意一下 今天晚上我会教一下 在我的自然音标的 第七版这个地方 今天老师第二个公众课 也会开始 希望到7点半的时候 同学们 有兴趣学发音的 想了解发音是怎么回事 那可以在晚上7点半这个时间 那可以在晚上7点半这个时间 然后是第二个直播 在我的自然音标 第七版的解析 那当然今天晚上这个课程的话 我会实际的告诉同学们 关于一些因素 方法上面的学习 在未来的 晚上的这一些 在10月份开课之前 这些直播的这些 我都会以实际的教学面 实际的教学面 来做一个操作 还是一样 那在昨天 我公布在我的CC群里面 在我们这个公众群的 有加入老师公众群的 都知道老师每天会公布五篇文章 还有一篇这个影音 这个学习的方式 那这都是一些基础的练习 都是一些基础的练习 那当然同学们 如果有加入我CC群的 大家都知道老师每天都会更新 昨天教的是几个组合 老师现在把它拿出来 那当然我们的公众课 现在已经进入到 今天是第五十八堂课 今天进入到第五十八堂课 明天下个礼拜一 我们会进入到第六十课 我们会进入到第六十课 那进入到六十课的时候 老师在每二十课 会做一个换节 会做一个重新的一个 在我的CC群 我的文件分享中 老师的文件分享中 一样会把这二十课 所交到的一个进度 把它上传 当然同学们都知道 我是每二十课传一次 那希望同学们 就是能抓紧一个学习的进度 昨天教的是 老师把这个昨天拿出来 昨天教的是EPTH ERERB ERCH ERD EPTH 这个并不是很困难 如果我们用音速的概念 来看的话 TH通常就会有两种音 要么唸th 要么唸th 它是这个 我们可以把TH 当首音或尾音都可以 这是一个 方便的一个学习概念 那当然在EP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它是主要的地方 在EP 所以我们知道TH通常是一个尾根 它是一个Surfix 那EP的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看这一段的话 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短圆音 好 再来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展现方法 像ER这个组合 ER这个组合 它的音就非常多了 但是通常在长远的时候 通常在长远的时候 我们会念这个 ER 或者在双元的时候 ER 不过我们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在我们在学这个发音的时候 要知道 它的这个发音 有可能出现了不同的音 所以在ER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把它归类成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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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ER这个地方 我们有些声词 像ER 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字 那还有我们的ERB ERCH ERD 那当然同学们 我建议同学们的在学习这个 类似这个ER这个音 ER这个音 要做英文 要发出ER这个音 的可能性比较多 我举例来说 ER AER ER AER AER L U 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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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个音 当然在念长远音的时候 它就是念 其中这四个会变成长二 不过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我们在讲美式的学法跟音式的学法是不同的 学自然拼读的同学们 因为他们没有音标来做辅助 没有音标来做辅助 就像我们最近在教自然拼读的第二循环 老师在公众课 我们现在当然进入到自然拼读第二循环 所以我们常常背的是规则 我们常常背的是规则 那你会知道一件事情 对美式学习者来说 所谓的R 我们讲长远音R 当然有很多种标法 很多种标法 所以典型的话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R这个符号 因为音式标法是有这个R 有的音式字典 在美式音标的时候会这样标 但是美式字典的话 多半都是这样标 所以美式字典的话 它并不会有后面我们称这个R 像冒号一样的这个符号 像冒号子一样这个话两个点 在英文来说我们就叫long bar with two dots 讲的给比较小一点的小孩子讲话 我们叫long bar with two dots 这个是个标准的讲法 没有错 我们就称这个叫two dots 这个是有些同学们如果觉得说 平时有看老师的更新的这些影音教学 大概都知道老师有用到这个语法 叫做two dots 当然它还有一个正式名称叫extension extend extension 那当然extend这个字 就是延伸拉长的意思 拉长的意思 所以在英式的这个两个点 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 英式的这两个点 在国际音标 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 国际音标并没有把这两个点 列入在他们的符号里面 但是说 它说这个是一个extension 这英式的一个extension 并不存在美式 所以如果你去看国际音标的 这个公开的一个文章的话 那它会提到这两个点是由英式 英式这边 英式学习者所提出来的一个论调 论点 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国际音标符号 并不是 所以有些同学们可能会想说 那这两个点到底算什么 所以他们就叫extension extend的意思就是把这个音 在两个同样的发的同样的音 我们去做一个延长音 所以当你这样写两个点 就相当于两个 两个 把它拉长 拉长 两个合起来 但是它不会有像英式 每次一样跑出个 有个R音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当你在 erp erch ert 这三个音 跟刚刚的er 去做一个结合式的学习 所以我跟同学们讲 有时候我们在学这个发音 你要有个技巧面 要有个技巧面 技巧面就是说 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音 它的本身的值 本身的值 然后你去做个延长的动作的时候 你该怎么发音 所以有些同学 他大概听得懂老师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在 er ir or ur 他都会在长远的时候 都会发出er这个音 er这个音 好 那比较在拼字逻辑时 大家就比较小心一点 当你听到er这个字 他可能反向推的时候 会有四个最有可能的组合 我们知道一个语言 多半 有的时候 有些老师 在国外的话 他会这样子念一段文章 其中有一个字 那有些同学就喜欢抄笔记 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说 老师不对啊 我都会去 我都会记得哪个字过来 他变成这个音 对 这个是因为你是音乐 英语的初学者 也不算进阶 所以说你们是先选字 再去选音 那外国人他们 对他们来说 这个语言 天天都在使用 所以他有的时候 可能别人 会讲一个字 可能讲到一个名字 讲到一个地名 讲到一个东西 那他可能中间 含了这个 er这个音 那他可能讲出来 这个是 I'm going to see the nurse the nurse 那可能不懂的那个人就说 nerce what is it 对不对 然后他说 nerce 那有的人当然 觉得这个字 nerce太简单了 对不对 他就说 那我当然知道 nerce 是n-u-r-s-e 那我们就说 what about nerd nerd又是怎么评 他说 nerd 对不对 或者我们讲一些 很多很多字 对不对 他用到 er er这个音 那会让别人 不太了解说 你到底刚才讲 那个字 它的中间的 这个到底是用 er ir or ur 是哪一组 评出来的 常用字的话 你应该都知道 比较少用到的字 那你可能就比较不了解 所以我们才在 er的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同学们 有看的文章 大家去背一下 有用到这个音的字 它的可能性是什么 这是一个训练 因为我们要知道 在英语的拼写的规则中 会引导出来的音 不进来 你可以马上想出来 它是怎么拼出来的 尤其在 er这个音 尤其在 er这个音 这个就是一个 有的时候 在我的文章中 在我的每天 实习群 这个地方 我希望大家做个功课 甚至你可以好好练习 这个音 怎么发音 或者 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 你把 er 把他固定起来 像今天有教的 erch 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思考层面 有没有 erch的组合 有没有 irch的组合 有没有 orch的组合 有没有 urch的组合 我相信 跟着我的同学们 大概就了解 我在讲什么 这个叫做一个延伸的一个想法 当然 erch我们念arch erch我们还是念erch 对不对 irch erch orch就不一定有orch和erch urch我们还是念erch 是不是 你再去做延伸 所以当然像昨天的 有erb erch erch 你都可以想想看 假设 我把这一段音 去替换 替换跟它 算是同一组 我们讲的双元音组合 arerorur 当你换了之后 又可以多倍几个声词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在讲说 技巧面的一个练习 老师把这个讲义 再打开来一下 老师因为今天 最近老师一直在 写东西 所以火气比较大 声音也会变 所以说老师也是 不停的在 写一些东西 希望在CC群 我个人 老师个人的 这个CC群里面 公众课 如果没有问题 可以提出来 有想法 其实老师都愿意 回答一下 像昨天这五篇文章 做一个延伸 延伸 那同学们有些想法的 就可以去读一读 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发音 如何利用发音 来说一个学习 当然昨天有另外一拳语音 它是OWL的一个组合 OWL 还是一样 我希望同学有看这段语音 大家都知道 OW还是一样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发音 尤其他讲的这个W这个字母 W它就是它会套用U以及双U的规则 U以及双U的规则 U&W 这个是一个自然拼图中 我们有运用到的一个逻辑 当然在OW这个地方 我们有AUOWL OUOWL OUOWL 这个发音 它去控制着所谓的双圆的发音 或者长圆的发音 或者破音短圆的发音 这几个音 当然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知道W这个音 本来就会比较带注意 因为它是属于英文26个字母 比较后面的一个字 而且W这个字母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双U 两个U合起来就是W U加U就是W 所以自然在发音上的多变性 为什么会设计这个字母W 大家就知道它有一些特别点了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去做一些延伸 去做一些想法 去在比较困难的一个发音的地方来做一个学习 当然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 英文的字母 或者英文的声词 当然它有几个主要的方法 不同于汉语评音 英文某些字母把它合起来时 都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形式 我称它叫Phoning 所以Phoning的使用方法跟Phonetic音标 音速音标或者Phonics自然拼读 它们都有自己的始终的忠实粉丝 中子粉丝 它们最容易的用法 在今天的晚上七点半 我的国际 我的自然音标第七版的第二次公众课 我会好好跟大家讲一下 因素怎么操作 当然因素这个逻辑 在我们教学中常常大量使用 只是不知不觉中 你在学习音速 Phoning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 其实你有学了Phoning 但你在学Phoning的时候 它还是有个正确的方向 因为每一个Phoning 每一个音子 音速 它都有一个固定的音 或者一个几个例外音 就像我们讲 OW它其实是一组音速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 只是它延伸出来的音比较多 所以在设计音 所以说为什么 很多人在拼音的这个地方 还是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 那老师在 老师留到晚上讲 OK 我们今天进入到第59套 Lesson 59 Basic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Basic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基础的语法 以及发音联系 那当然 进入到第59堂课了 想老师在第一堂 在沪江这个地方 都已经是大概三四五个月之前的事情 这好像至少有三个月了 那我希望同学们 真的要想一想 你在做这样子的学习中 老师早上这个公众课 有教你们语法 发音 还有给你一些补助的一些学习的方法 那也希望说大家有跟着这个课程 但这个公众课 老师认为 大概他已经 还差的 三四十堂课 他就进入到尾声了 那 老师当然是想尽量的做得好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快六十堂了 所以说下礼拜我们会公布 好的 还是希望同学们有去学习一下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语法 What is your February subject? I like math Why do you like it? I think it is easy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t is hard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I like English I like English It is easier than math I like English too Best The best Best The best One more time What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 I like math Why do you like it? I think it is easy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t is hard I think it is hard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I like English I like English It is easier than math I like English too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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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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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t is hard I think it is hard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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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同学们 最近我们一直在学什么? 老师最近在教的这个环节 比较注重的是什么? 注重就是be going to 等于well well 又等于这个情态助动词 又等于情态助动词是什么? would 所以你会感觉得到 感觉得到什么? 主词跟动词 还有主词、助动词、动词之间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为什么这么使用? 那今天又教到了一个神词 叫做think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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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 所以 来看看 它其实这几堂课都是在用差不多的一个观念 差不多的一个观念在学这个英语 不说英语 其实你如果观念对了 在表达的方法上比较会好一点 如果只是纯粹的背这个规则 背到最后 说实在 规则太多了 规则太多了 这弄到最后 可能你还是搞不懂 我们都看到 what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 首先我们先看到 这边什么? subject 就是科目 那当然重要一件事情 当然你去问别人你比较喜欢的什么 你就用fabry fab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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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名词的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 它养成一个良好的概念 一般的句子 一般的句子 很多同学们说 要去了解一个句子 它里面每个词是什么词性 好像有点困难 其实有一些基础的逻辑 你只要follow一些 再跟着 其实也不会那么难 我们知道subject是科目 我们知道subject是科目 它是个名词 那subject当然复述叫subject subject 那就是它的复述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可数名词 它是一个普通的名词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一个名词到底是可数还是不可数 先决条件是这个东西 你在讲这个名词算不算 我会讲说它够不够普通 如果它不够普通的话 那你要小心 那它有可能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不可数的概念就比较难背 有很多名词 它要么就是可数 要么就是不可数 但少数名词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那就很复杂了 所以我觉得在有些时候 英语确实会让人感到困扰 它感觉到困扰的地方就是 一词 有了词有多词性 它又是名词 又是什么词 又是什么词 同样都是同样的一个词 就打好比说它是名词好了 又分可数不可数 那我们来说 要么你就真的是不可数 但又有些名词很特别 又可以可数 又可不可数 那就很复杂 你干脆就选一样 我常在想 英语就是这么痛苦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感觉这个 使用上怎么那么多特例 我们讲的特例 就是exception 那么多exception 为什么 所以我在觉得 真正让人家学的 感觉上好像陷阱很多 在这个考试的时候 多半就是因为陷阱太多 所以大家觉得 明明我就感觉可以 有错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在讲英语上 比较一些 我也觉得很痛 老师 你如果问老师的想法 老师也是认为 就是说 你要么可数就可数 要么不可数就不可数 要么你就 总要选一边嘛 为何又有 这是两者皆可 这很讨厌啊 你选一边 我背下来还不会困扰 对不对 你偏偏就是两边都可以 有的字就这样 所以我来去看 有一个环节很简单 就是subject 它是个普通名词 因为它可以加复数科目 很多科目 所以在可数名词 在单数的时候 在单数的时候 你记得它前面一定要加一个类似指定的 也就是单数的时候 前面很喜欢加 不管是指定词也好 形容词也好 它不加是不行的 我通常跟同学们讲一个背法 普通名词因为太普通了 所以它总喜欢找一个形容词来当朋友 你去想它太普通了嘛 今天要不普通的话 它一定要找个形容词 这个朋友让它形容一下 它就不是那么普通了 这个概念你听懂 所以说 当它在复数时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 老师讲个小故事 你就把形容词 复数时 是不是就用到一个词叫special 老师现在讲的这一段语法 是老师自创的 所以说同学们想要用就用 但是 老师可没有跟你讲 这是一般的语法术有在用 所以我都会跟同学们讲说 这个名词在复数的时候 如果它是可以单数又可以复数的 那它在复数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像想像它的这个结尾的这个 为RS 就等于这个字叫special 因为它 这个所以说我们要讲这个名词 它何时 为什么有的时候有 我们讲 我随便写个句子 layer books layer books 跟it is a book 这两者之间 为什么有差异性 好 我先讲啊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在比较前面的课 老师没有讲这一段 因为今天就到六十堂了 我想我想说你们要有一点一个概念 这种概念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比较适合老外学的 因为我们讲这中式学法 他比较不太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学 因为这个方式太 从小学到大的大概有这个概念 不然的话我们还要做这种句型分析 首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常讲一个问题点 就是说大家应该都有学过 名词在复数的时候 前面是可以什么都不加的 但是名词在单数的时候 前面要么加个er 要么加的 er and the 就一定会用到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像这个观念 我要先讲一个重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学 名词在复数的时候 他确实前面什么都可以不加 什么都可以不加 在句子中也是成立的 在单数的时候 他一定要加一个类似指定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为什么会讲说你在这个subject 后面加了s的时候 你要去把它想象成 当它是复数的时候 什么叫复数 什么叫plural 什么叫plural 请不要搞错 请不要搞错 plural就是一种形容词 去形容这个名词为复数 因为这个名词没加plural之间 它是单数 所以这个复数本身就有形容的感觉 所以他自然会把这个名词 从单数形容成为复数 没有错 如果你这个概念都想不懂的话 老师这一段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因为有些同学 我在实体实体的这个教学的时候 有些 有些学生会马上举手 老师啊 为什么复数会有 会是有形容词感觉 我说从单数变复数 你都感觉不出来吗 不然他原本是单的 有些人说 我不感觉他变 这有形容的感觉 那我说那你可以不用听 因为你的中文有问题 你的中文有问题 我救不了你 我没有办法去再帮你补修一堂中文课 我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有些同学听完这一段 他都会笑一下 当然嘛 单数变复数 复数本来就是一个 所以说什么叫复数的概念 就是这个单数 你把它变成复数型嘛 对不对 当然他就从多个嘛 多个嘛 这当然从一个变多个 你还感觉不到形容词嘛 有的同学听到我这个 一定会笑出来啊 但是真的有人就 就这一段不会过 所以我 我知道 老师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本来就会给他一个复数型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换一个角度 我就说当他加了s的时候 去想象他就是这个s 代表的是special special是形容词了 特别的 他从单个变得到 所以很多名字在复数加了s尾巴之后 因为他有了形容词 因为他有了形容词 因为他有了形容词之后 所以确实 你可以写layer 3 books 他们是三本书 用3来做一个形容 或者你不加3也是可以的 大家应该知道 或者有的时候什么sum books sum是什么 也是数量形容词嘛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见到一个状况 就学生问 为什么有时候前面可以加数字 有时候加数量形容词 有时候什么都不加也可以 我的概念是说 加的出来的是多余的 其实他在s的尾巴 在s plural的尾巴的时候 复数的尾巴是早就已经加过一次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复数的名词前面 确实有时候可以加可以不加 大家搞不太懂为什么 因为s尾巴的时候 perl复数尾巴是早就已经给他形容过一次了 第二个点 当你在单数的时候 没有s尾巴的时候 它又是可数名词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 他前面就要加的 而an或者one都可以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单数的名词 单数的名词 确实前面要加一个形容词 比如说形容词中 你可以把article 想成是形容词 你可以把one 想成是形容词 你可以把the 形容词 想成是形容词 所以 你用mybook也会通吗 所有格也算 指定代名 thisbook算不算 也算 指定代也算 这个是一个 给你的一个想法 给你的想法 有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比较高阶的一些 不管是什么 比较难点的考试 SAT GMAT 常常 都是在 考试的时候 都是在选题 选题都是在 考验你的词性 判断的强不强 所以 英语 英语在考试中 有几个走向 一 考你的身质量 二 考你的语法 对不对 这是 这是主要的想法 但语法的考法就多了 如果是来自美式的考试 那他考的层面就比较类似老师现在讲的这种逻辑性概念 所以你逻辑性概念不够强的 去考美式考试你可能会吃一个大苦头 因为两个题目答案长得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是错的 他不叫说两个 两个 两个为什么有一个是绝对是错 他只会告诉你两个其中有一个是比较对 如果你去考 sat 或gman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 他不是指另外一个答案是错的 另外一个答案也是对的 但是他在考你哪一个比较对 这个是很复杂 哪一个比较对 这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 还有你到底是不使用这一个语言 我相信有些人听我讲完这一句话 他会去想一下 那我现在把这个教材这个地方再重开一下 所以我给你的是逻辑性概念 我比较不需要喜欢去背那些基本的这个格式 老师在学习英语 当然我也很喜欢去看别人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写的东西太多了 如果你单纯不去提升你的想法 光是在背句型 那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句型背不完 很多人的写法是字典里面 也查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么用 我先要讲这一点 好,那我们刚才讲这个 What is your fabric? What is your fabric subject? 好,来这一段就简单了 是不是 名字单数前面方形容词 你这样一加进来 Favorite 最喜欢的 当然Favorite这个字 它就代表说 是你最喜欢的 所以你会感觉到 一个形容词的最高级 EST级 行容词有三级 原级 比较级 最高级 原级 比较级 最高级 所以当你在讲 What is your fabric subject? 这时候 会给人家一个概念 你好像要找出一个最高级的什么东西 因为Favorite这个字 代表是最喜爱的 所以它会让人家 感觉出来 一个形容 最高级的一个什么 所以它讲 I like math I like math 那当然Math 就是Mathematic的缩写 一般来说我们讲 Math 是OK的 你这样写 是OK的 因为Mathematic 很多人拼不出来 M-A-T-H-E M-E-T-I-C Mathematic 很多人拼不出来 只会拼Math 那这无所谓 你会拼Math 也够用 因为大部分的书籍 都认为你拼个Math 也算可以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配他的玩 这Mathematic 所以我们也会念Math Do you like math? Do you like mathematics? Mathematic 这个是一个重点 英文有些字太困难了 很多同学拼不对 他就出现一个缩写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老外 Mathematic 他也拼不出来 所以他们都写Math 你真的叫他写Math 他也拼不出来 很多老外拼不出来 不知道Mathematic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蛮好玩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字 是怎么这么 因为Mathematic 确实比较特别 所以 I like math 所以这时候注意一件 Math 它是一个不可数语词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 给你带到的一个概念 因为常有人 所以为什么我先教你一 这个概念 我喜欢用渐进式 我喜欢用简单的句语 告诉你一些延伸 所以你现在看到2 2 你为什么用I like math Math前面什么都不加 I like math Math 所以常常我最容易被人家问到问题就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一个加一个不加 我刚刚已经讲了 剩下功课是你要做的 因为它不可数 它是个科目 它不可数 因为不可数 它够特别了 所以 所以 我们 我们知道普通名字 它叫common common nouns common 是用M-M-O-N common common的时候 它的解释就叫普通 所以说 你当然知道 不可数uncountable nouns 的时候 它就不是那么 就比较特别了 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字 比较特别一点 它不是普通的 common就是普通的 特别就是special 所以你只能这样去背 所以既然它 这么特别 你何必在它前面加 形容词呢 不需要它够特别了嘛 你用这个概念 会比较通 因为这个概念 它比较可以适合 小孩子听也听得懂 这个 国中生听得也听得懂 高中生听也听得懂 我想大人 成人 我刚这样讲 已经算是语法中 比较简单的一种说法了 比较简单了 比较 也不跟你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我希望这样 这一段应该 一跟二的一个逻辑 希望你能听得懂 如果这样都听不懂的话 老师其实没有什么别的招数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够简单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自己去想象一个名词 它要么叫countable 要么叫uncountable 在字典里一定是这样 会给你分类出来 那c 就代表什么 common common就是什么 普通 那在uncountable这个地方 它有很多种解释 但是我建议你就把common的颠倒过来的 这个字 special 尤其在复数形式 那个s s 把它想象成special 这样就通了 这样就通了 所以不可说明知 你就把它要么想成special 好特别 加了s尾巴之后 也好特别 那他们最common的 他前面需要形容词 需要形容词 让他special一下 让他special一下 让他特别一下 这样应该听得懂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操作模式 学习的方向 当然老师这样讲的这一段语法 是我自己多年的学习的经验 带出来的 他不会是在别人的书里面的 所以你要记就记 那如果你觉得不好用 I'm sorry 也许不好用 但是我们要去解释不可说明知 其实有太多逻辑在里面 有太多逻辑在里面了 我不知道 有人写的很困难 连我看了都很吃力 有的人可以写的很简单 每个老师各有各的解释的方法 Why do you like it?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生词 why 一问在名词之中 what where when who why how who 中的why 就是问理由 所以当你用到 why 就会给出一个 reason 当你问出 why 就会给你一个 reason 就会给你一个答案出来 why do you like it? 那这个eat指的就是刚刚的math why do you like it? 你为什么喜欢? 有的时候你用代名词去代替名词 那如果你觉得你怕错 你也可以说 why do you like math? 照着抄就好 我常跟同学们讲说 你有前导句 你引导到后面句 why do you like math? 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写 如果你不确定你能不能用到正确的代名词 如果你不确定你能用到正确的代名词 你为什么把原句的这个名词抄回来 我常跟同学们讲 你会你就会 你不会你不要话舍天竹 你不要去自己加些想法 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 你不会的时候你不会照抄吗? 你不会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想一个字出来呢? 照抄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所以有的时候问 why do you like math? why do you like math? 就好了 不过你不知道 mess可以用eat来替代 所以有的人他常在自己在困扰自己 自己在困扰自己 因为他有时候看到一些名词 他带了s以发 但是却是单数 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名词 对不对 没错 当他是不可数名词的时候 有些不可数名词 天生就有s以发的 他又是属于特别的一些学习的科目 项目 或者一个学科 那我在问你 你干嘛要替他想他到底是单数还是负 他不可数 对不对? 所以他不可数 所以我一直跟人家讲一个概念 有的时候 你遇到这样子的题目 i like math 那你为什么不写 why do you like math? 为什么你要写 why do you like it? 类似这样的题目会很多 尤其是在你没有机会再去拿字典 你已经在考试的会场里面了 这一题又是手写题 我相信手写题 手写题的时候 多半 多半的会有手写题的时候 都是因为老师在设计题目的时候 知道这个题目会让你错误连连 你听懂我的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打安全牌 打安全牌就是你写什么我就写什么 ok 不要自己再去加想法 这是一个安全牌的做法 像刚刚这个题目 我讲老实话 也有安全牌的做法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考题分析的时候 都是一直跟人家讲 你这么做 那么做 这么做 安全牌是什么 不安全牌是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来看 好 今天终于讲到我们今天要教的了 i thi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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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easy 好的同学们 我们今天看今天这一段语法 今天这一段语法 我们来去想一下 think 是我们要去学的 首先你去先看你的 我都喜欢画这个图形给同学看 我们今天教的 think 然后我先讲 我们人有五官 人有五官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see 你可以闻得到就是smell 你可以尝得到就是taste 你听得到 你听得到就要hear 你听得到就要hear 头上面可以想得到think tink 感觉得到fear 好 好 这些是什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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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都是情态动词 我们讲一个重点 我们讲一个重点 常常有人说 他会讲说 老师为什么有see 有look 这两个单 这两个生词的差别 这两个生词到底差别在哪 我跟他讲 一个是情态 一个不是 那也有人知道see 最好不要加ing 即 除非 你的语法程度不错了 那你在see 在某些特例时 可以用see 但多半的是 多半的 你的 你没有到那个程度 是多半的 我们在讲see 不要加ing 你用I see 就好 不要I am seeing 这个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see 所以我们通常都跟人家讲说 如果 你的语法并没有到那个程度 是你最好打安全牌 这些什么 情态动词 记得都是圆形 就不要加ing那一态 因为加了ing那种用法是比较 特别一点 在这些情态动词里面 这是第一关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e and look 那当然的 同学们就问 老师 see跟look的差别在哪 我都会打个比方 你今天把眼睛打开来 你能不看吗 你能不看吗 你就算现在不想听到我的声音 你只要不握住你的耳朵 你能不听吗 你把你不把鼻子握起来 你能不闻到吗 你不用去想 今天你在看一个东西 你就算不是很专注的看 你只要眼睛一打开 你就在看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眼睛没有闭起来 你都在看 你不把你耳朵捂起来 不管你想不想在听我的话 你都在听 这个叫情态动词 不需要 特别的 去这么刻意的做 但是你实际上就已经在做 你把手放在火上 You don't feel it's hot 对不对 你需要特别去感觉 感觉才有办法feel吗 不需要 你把手放到火上 你看看你会不会 会不会feel it's hot 还需要去特别去怎么样 所以你听懂我的意思 食物放到你的嘴巴里 你还 你不管想不想尝 你都会知道味道是什么味道 所以这个叫情态动词 这个叫情态动词 你眼睛 我常跟人家打一个比方 所以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都跟他讲 你眼睛打开了 可不代表你在听我的课 有些同学看我在白板上写了一大堆笔记 就像现在写了一大堆的笔记 如果你不look 你不watch 你只是see 我相信你根本没有专心 我相信你根本没有读 所以see and look的差异性 see 是下意识 下意识就在看 the look 你再专注的看一点 所以说这个是情态动词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think这个字来了 对不对 但是注意一件事我们前面几堂课 我们前面几堂课一直在教你 be going to the well the would 这些用法 你会得到一个概念 先想再去做 先想再去做 是不是 我们在英语的这个学习 学习方向永远是这样 你要先搞清楚 你要先搞清楚 哪些词比较偏向想的这一方面 哪些词比较偏向做的这一方面 同样是动词 你要能区别 到底他是情态诸动词 还是诸动词 还是be动词 还是be动词 如果你区别不出来 你真的区别不出来 那我没有办法 我还是那一句话 因为你没有想要下苦心 你也没想把它搞懂 你只觉得随便学个两下 就一定会了 我会跟这样的东西讲 别傻了 我都学一辈子了 别傻了 没有什么叫速成 你如果搞不懂 这些特殊的一些形式 我不知道你想靠 你想认为说第二语言可以走多远 第一语言都不见得走的远 第二语言更难 所以我一直跟人家讲一个概念 你要概念对了 你或许还可以走的长久 所以我今天在讲这个时候 叫情态动词 我刚刚给你打了一个比方 see and look的差别 你虽然就应该听懂 有些动词 他并不需要 特别专注的 他就会做了 眼睛一打开就看到了 耳朵不捂起来 你能不听到吗 鼻子不盖 不把它压住 如果有些奇怪的味道 你会闻不到吗 这不可能 对不对 我硬塞一些食物到你嘴巴 你能跟我讲我能拒绝尝这个声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所以这个就叫情态动词 那情态动词今天这边还有一个 有没有记得我们讲的一个叫先想再做的一个概念 先想再做 所以这边这个句型很重要 I think it is easy I think it is easy 这就是情态动词中有一种特别的用法 就是我们直接找个主词 他加了一个情态V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主词 他想到了 他想到了 后面的一个句型 It is easy 这很简单 The math is easy 数学很简单 但是他说我想到了 所以我称这个句型叫做主词加情态V 后面直接加子句 那子句也必须跟这个 后面的附属子句的话 也必须跟前面的子句一样 也必须要有主词 也必须要有动词 这个概念你必须要搞懂 就是前面有个子句 后面有个子句 那前面的就叫做主词加情态V 我们把它想成 先想 后面的再做什么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这一段就比较难 也就是我们通常习惯性的背法 就是主词加 我们叫谁 think 后面再讲做了什么东西 后面那个也必须是完整句 完整句 但是你需不需要加 think 后面加个都号啊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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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这种 因为多数人在问 为什么I think 后面就不用加都号 这真的就不需要了 这种是特殊句型 特殊句型 它能用的逻辑概念 就是先想再做的这个概念 那做 所以你把先想这个地方 做一个完整句 后面做的 也给它做一个完整句 所以I think it is easy I think it is hard 当然这边有两个最简单的完整句嘛 主词B形容词 It is easy 主词B形容词 It is hard 这样的句型 同样 I don't think 也要加个so 复制修士 我并不这么觉得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这是要背的格式 I don't think 后面都有so 就是代表我不会这么觉得 I don't think so 好的 所以你去看出来吗 这个形态比后面还加个so 如果不加so 所以你说I don't think 不加so的话 还真不行 所以这个很奇怪 所以你今天讲到think这个词 think这个词 请你记得 它的特殊的用法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这么背 就是 什么think再加一个完整句 什么think再加一个完整句 I think it is easy I think it is hard 那如果你后面没有完整句的话 你就加个so 把这个think 给把它结束掉 I don't think so 希望这段语法 你自己能吸收 我今天绕过了蛮多很特别的一些语法 所以今天有来听课的 那他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层面去想 那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这时候我拿着 who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那这个时候用了一个best best 好那么难注意到best 它有 一般来说good better the best 所以你会发现best 它是一个形容词词的最高级 但是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当它是最高级时 前面喜欢搭配the the best 记得行容词在最高级的时候 前面都会加the the the 它一定要加the 才是形容词最高级 那它没加的时候 可以当负词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 词的一个考量的时候 要知道 有些我们就讲 英语讨厌的地方就是一词多性 好多一个词 它有多词性 最讨厌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多个的 跟少个的 意思大不同 意思大不同 那所以说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小心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那叫best 用个负词 用个负词反修饰了 the best 形容词最高级 which is the best subject you like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建议同学们 对某些字 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确实有差 你自己就要小心 那当然在考试的环节就是这个样子 so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你最喜欢的 subject 课目是哪一课 I like English It is easier than math 这时候它用什么 形容词的比较急 比较急呢 then 就会用到then then 这个字 then I like English too I like English too 好 那来 我把这一段重新打开来 好那今天有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延伸 还有一个延伸 好老师现在在做另外一个延伸 那我们来自己看一下这个差异 今天有教这个形容词啊 形容词它基本上 它分三级 原级 比较急 最高级 最高级 好 那注意一件事情 原级的时候 没有变化 比较急的时候 比较急的时候 我们喜欢在它的字尾 在它的字尾加上ER 那最高级 我们喜欢在它的字尾加上EST 不过记得最高级 前面一定有the 这个字是搭配在一起的 不是光光只是加了EST 还要加上the 所以你要注意要像刚刚那句句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注意它没有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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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想 为什么一定要加了 因为就像我在我们刚刚讲BEST 这个字 它有两个词性 一个是形容词 一个是副词 我们最讨厌的就是这样子的字 这样子词 那我们要怎么区别 它到底现在是形容词还是副词呢 当然它的好朋友THE的 可以决定它嘛 如果没有这个的这个字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区别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到底这个BEST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 我相信在设计语法规则的这些教授们 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因为有些字嘛 有些词嘛 就像BEST好了 真的是很麻烦 到底要让人家怎么能 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不不去设定一些规则的话 那到底 do you like anger do you like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the which subject you like best 那那个BEST到底我们要怎么区别 在教学中怎么告诉同学们 这个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所以他当然设计个的 的一放进去之后你就知道 ok好 这个不是形容词就是副词 听懂我这意思 所以记得最高级一定会加个the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词 多词性时 我们加个the 可以让别人有区别的一个差异性 而且the的时候 这个定贯词 会给别人知道 是ne 特有的 因为这个还是个definite 指定词 还算是一个特定的指定词 indefinite的时候就是 所以说我们知道 冠词有er and er and 这个是有指定 er跟and 是无指定 也有这样子的概念 好那我们敢讲 习蒙词的三级 原级比较级 最高级 原级比较级最高级 那你就要记得 它的er变化 直接加er 原辅音 重复字为加er 在单音节的时候 所以一般来说加er 母y 原y er 辅y 去y 加er 这个规则 大家要记得 大家要记得 加est 也是一样 原y est 辅y 去y 加iest 这些规则 这些规则 自己去看一下 那重点来了 那外国人呢 他比较很奇怪 他们被这种 被这种规则 他觉得很复杂 而且多半的形容词 先记得一件事情 形容词 只要超过两个音节 超过两个音节 就是三个音节 我们有个很简单的规则 就是 比较级 我们加more 最高级 我们加the most 所以more加ad级 就变成比较级 the most加ad级 就变成最高级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只要是超过两个音节 以上的形容词 一定是加more or the most 你就不用 就没有什么er 跟est 变化了 这就很好玩了 换句话来说 三个音节的形容词 都是more and the most 所以很多老外 他觉得说 哎呀 对呀 那我干嘛背吗 反正形容词到了三个音节 我都不是more集 就是the most集 对不对 反正我只是为了那一个音节 两个音节的字 去一直背它的 est 变化型 而且那个规则 也就那么几样 比较困难一点的就是 我们讲圆 圆辅音的时候 重复 重复字尾加er 重复字尾加est 听懂我意思吗 圆辅音 我再讲一个逻辑概念 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 确实有很多同学 英语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一段 这一段 老师还是一样跟你讲 你最好不要这样用 考试是会吃骨头 对外国人的认知 就是 我就算不会拼er 不会拼est 在标准的语法说 你只要会加more跟the most 就可以了 好像我们讲red red redest 你会知道redredredest 但是你也可以用red morered the mostred 也是ok的 从来没有人可以给你这一题是错的 这外国老师 外国老师 外国老师都知道 你写morered 它是不可以给你错的 这是不可以给你错 你不要去搞错了 在外国 在国外 你写morered 它不能给你错 因为more 跟the most 对他们来说 单英节跟双英节的字也可以有 它只是suggest 建议你 如果你知道 这个字的er 怎么拼的话 还有est 怎么拼的话 你可以拼出来 你不要什么字都加more 跟the most 但是 它不能说你是错的 要听懂 但是请注意 考试的是你 所以对外国很多的长大的人都知道 more级跟the most级 你就直接加more and the most 你不一定 一定要选它的er跟est变化 它也不能算你错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但是在我们的学习逻辑 要考试 就是我不建议同学这样子 我会换一个层面 如果你会拼 代表你的技术面更高 你的逻辑面更强 你的结构面更好 我是这样建议同学 就是说 如果你会拼它的 你的er级跟est级 你拼得出来 你就拼 拼不出来的时候 还是 还是老师跟你讲一个概念 当你在外面考试 当你遇到手写题 你如果不会拼的话 那你就more than most 拼进去就对了 你顶多被扣一点小小的分数 而不是全错 我一直跟人家讲 有时候错一点小地方总比全错好 但是你可以去争取 你可以去争取 例如说这个题目最后回来 你要说 你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拼er 你用个more 放进来 你可以去找文献 去跟他讲 国外都这么用 国外的语法书上 也说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去改到这一题 教授们 应该 老师们应该不能违背 这个条件事 这个条件事是没办法违背的 确实是这样 很多 像这 re re more ok 谁说不行 more blue 谁说不行的 外国人大 很多都这样用 好 我今天讲 所以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好 我们也讲了形容词的三级变化 I like English It is easier than math 记得这边有个nen 比较急用的这个副词 easier than 好 这个是subject b 所以eat就是english english is easier than math 注意english 跟math 这两个都是科目 都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你看看 再一遍 I like English too 记不记得 不可数 前面什么都不要画舌天主了 不要画舌天主 I like English 就好了 不可数名词前面什么都不需要加 所以我们今天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语法 老师帮你 还是一样做一些深层的解析 好 同学们在这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生词 第一个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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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注意中文在第二个音节 ject ject 第二个 hard ar 念双元 r r 好 那这个字 easy 中文在第一个音节 easy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讲easy 这个字就很好玩了 如果你去看最新版本的Long Oxford 它的字典 它是e easy 你会看到它标音标这样标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因为 第一个e 在自然拼读中 我们知道它是在同一个音节 又有两个原因 所以我们念长远 第二个e 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 因为我们知道 why 结尾 why you can pronounce as long e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对 对我们来说 easy 那两个e 是同样的音 还是强度有一点点差异性而已 但是对有些人 easy 对它来说又没差 所以说 慢慢的自然拼读 这种学习的系统 它会影响到一些 美国长大的小孩子 对他们来说 他们看不懂音标的 他怎么去记这个音 他就记两个长音 你对 我先讲 我要先讲一个重点 我们在音标时 确实有看到这个重音符号 stress 那我再换一个层面 一个从小到大 长大的一个美国小孩子 既然他都没有再用音标了 哪来的stress 我常跟一些人在 我们在debating 我们在讲 发音是怎么来的 当然有些人就说 总统这个e 对不对 它有分落跟强 我会反问他一句话 落跟强这个概念 落跟强 对美国小孩子有用吗 美国小孩子 什么时候有交过落跟强 你告诉我 我们最近在学 这个美国基本的 这个发音搜索 什么时候 我们在课堂中 他说 因为有重音符号 我说重音符号是IPA 请你搞清楚 市场评图中 没有重音符号 他就告诉你 这个是Long E而已 他说 对 我说对啊 那你在跟我变什么 你不要变了 因为美国小孩 从来就没有学过什么 叫stress 你不要来这一套 我们 我们就是论识 所以很多同学们会发现 对外国的小孩 我们在讲 在讲EZ 这个字的时候 对他来说 他的学习是E Z 没有重音符号 绝对没有 因为他的principle 他们的study的这个principle 是没有 什么叫做 heavy stress light stress 什么 没有 他有SHIWA 但是我们在讲 Y结尾 pronounced as long E 那不是SHIWA OK 那不叫SHIWA 那是SHIWA的概念 他记那个音的时候 是长语音 他们的规则 那个叫长语音 可没有讲说 那是SHIWAE 没有啊 从来没有是这样讲 这是long E 所以说我们在讲 有时候 你为什么会看到Oxford 这样子表示 因为自然拼读 确实也影响到 一些正规的一些 国际音标的同学们 他的一个思考 还有一个学习的层面 那当然老师都会跟你讲 两边的故事 easy就是这么简 就是easy 好 我们就把那两个e念出来 english english 这边是一个破语字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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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这边有个diagraph ng 所以它很特别 它ng 念完再念个e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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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science science 注意哦 这个看起来 i跟e有组在一起 其实不是 i跟e是分开的 science 在同一个音节 i结尾 i念长元 所以你看那个ence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常常去讲英文有些字尾 好像ence ence ence 所以science的背法 你不要 sci i e 这样背比较 你会判断错误一点 你要背 sci ence 所以sci sci ence ence ens science 这样子背的方法比较合逻辑 PE physical education 但是 国外 我们常讲的 I'm going to PE class 他们很少讲 I'm going to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他们都不再这样讲 当然为什么 因为PE class 小一就有了 但是education 跟physical 这两个生词 不是小一就会懂的 或是说你才六岁 你就懂得怎么拼 physical 还有education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比较难拼 所以他们 在小一的时候 一要上体育课 就是 pe class 那两个字 就像mathematic 所以有的人说 为什么外国人老师 math 就写math 不写mathematic 因为mathematic 是不好拼 跟PE一样 physical education 一样不好拼 所以他们就直接 可是你小一就有这堂课 对不对 你小一就有数学跟体育课 你不见得会有 会有一些什么 地理历史 但你小一有什么课 what kind of subject do you have when you are in grade 1 grade 1 you must have classes 就是什么 math english pe 那是一定有的 可是有两个字不好拼 一个是什么 mathematic 一个是什么 physical education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去想个层面 为什么有些字 外国人都喜欢要缩写 因为他小一就要上了 但是他却不 他在那个时间的时候 那些同学们还没有拼这些字的技巧面 mathematic physical education 都不好拼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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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 geo 所以你就说 geography geography 这个东西就比较特别一点 先注意这个geo 它有两种念法 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会念geo 有的时候我们会念geo 看它是怎么做 但是如果是geography的时候 它是从这边分出来 这边分出来 所以geo 代表地理环境 所以geo的时候 我们念geo的时候 有点有世界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 配上这个字 因为它刚好又被这边分开了一个连结 所以我们也可以念geography 所以 所以 如果我们念后面加icl 我们这是什么geographic 所以你注意 有的时候 它的重音落在哪 确实会影响这个字 你念geography 跟geographic 它两个拼的字 差不多 拼起来很像 g y加ic 可是 诶 念起来不同 一个念geographic 一个念什么geography 好 这时候就是我跟同学们讲 就是拼音上面 就是这么特别 看它重音在哪里 geographic 跟geography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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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拼字真的很像 为何念法不同 因为重音位置不同 好 打开型号 Ly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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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 最好把这个rA 念出来 Ly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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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 这个不是 不是r 它是念情 Ly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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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特别一点 比较特别一点 再来就是什么 He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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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音 所以这个地方 Ly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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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边 Lyreach Lyreach 不要念Lyreach 那就不能Lyreach Lyreach 你念特的时候就不行了 Lyreach Lyreach 还有什么 Hestory Hestory 还有什么 Favorite Favorite 所以你看 你不要叫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也是一样 Verb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音标 我就在这个地方解释一下 有的时候你看到音标这样写 或者音标你看到这样写 Favorite 有时候你看到它这样子 连续这样子併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注意哦 如果你 有的时候一并你就想 你就把它念成 Turr 那你就有可能念错 它可能是要什么 Turr 跟R分开来 不是Turr 是Turr 不是Turr 是Turr 所以有时候音标它会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是要判断 它是Favor 然后这个合起来念 Favorite 跟Lit Literature 它这个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有的是音标 虽然黏得很近 你还是要区别 哪几个是黏在一起黏 哪几个不是 还有什么 Then Then What about What about 最后一个什么 Think Think 这都是写它主要的发音的位置 好的 来我们看 今天的 我们今天教的语法好像今天太过头了 教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看 好 好 讨论一下 输 şey 5 subject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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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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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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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PE geography literature history history February then what about think think okay okay let's see the students see the students what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 I like math why do you like it? I think it is easy I don't think though I think it is hard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I like English and it easier than math I like English too 有同学们可以告诉我 我老师 我的 我的这个 老婆就问我 我知道台湾的 这边的小学 高中 这边 是下礼拜一 暑假结束要开学 就有 我有朋友跟我讲说 内陆那边 这个礼拜已经开学了 是吗? 谁能告诉我 这个礼拜已经开学了吗? 还是是下礼拜一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一题? 月老师不知道 每个地方的开学时间都不一样 好 来 我们今天这一题 我想请同学们 下礼拜吧 对 我也在想应该是下礼拜吧 这个 因为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我想 我想随便问一问 到底是这个礼拜已经开学了 还是下礼拜一 搞不好人家已经开学 因为我也特别觉得这个礼拜的课 蛮奇怪的 就有些 好像感觉上线的人 或者问问题的人并不多 好 好 那我们来看继续这一题 来 今天这个题目 我们来随便选一个 你自己去想想 What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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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English too 好,所以你可以自己随便想一个 我不知道哪位同学来试试看 What subject do you like the best? What subject do you like the best? I like geography What do you like geography? I think geography is fun Do you like geography? Yes, I like geography too I think it is easy too 好,所以同学们可以 有没有同学要做这一大题的 有吗? What do you like? What subject do you like the best? Do you like English? I think I like English Why do you like English? I think it is easy Do you think English is easy too? No,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English is hard Do you like geography? Do you like geography? No, I don't I think geography is hard What do you like geography? I think geography is easy I see 好,然后是随便照一下 我自问自答 you can speak 你想一下今天教语法 如果没有人要做这一段 我就要跳过去了 当然今天有个学习的核心 Auto Brian 我可以用音樂來試試看。 Yes.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I like English. Why do you like English? I think English is easy. Do you think English is easy too? Yes, I think it is easy too. 嗯,不錯啊,不然。 有的時候發現這是你來幫老師解尾啊。 你不在那個禮拜啊,老師要自唱自答。 我的喉嚨就傷得更重了。 OK,好,你還要不要有其他的,照其他的句型呢? 嗯,看一下我很多時候再照一個,再照一個。 OK。 嗯, which subject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I like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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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it is, it is, it is, I don't know. It's, uh, easier. Easy. It is easier than. Yes. It is, it's easier than mass. Then mass. Then mass. Math. Yes. It's easier than mass. Uh, so I like geography. OK,好,我先講這念, easier, easier than, than, than. 好,那我先把你放下去了啊。 好,那謝謝Brian啊。 然後我們來看看啊,今天這個題目。 那記得我們今天教的這個語法,主詞加think,加一個新的字句。 他的學習核心就是先想啊,先去想。 然後你再去做,還是用這個這個概念。 只不過是你用兩個完整句。 再來我們今天有教這個啊,行動詞比較集啊。 這個這個,因為我記得沒有特別帶這個啊,就是行動詞比較集。 你記得你要er,或者我們被more adj,你也可以被more adj than,這樣子的格式。 更,更怎麼樣,比什麼更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是more than. I don't think so,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句型呢? 就像我們剛才講嘛,先想再去做嘛。 可是你後面如果沒有這個think後面沒有跟一個詞句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用so把它打死掉了。 結束這個句型,so跟to都是怎樣? 放在句尾。 有些父子天生喜歡放句尾。 有的時候他也可以放句頭。 所以so也可以放句頭。 他也可以放句手。 但是to就不行了。 to只能放句尾。 so why do the主詞 like什麼東西? 當你like什麼就是你喜歡什麼。 那還回到今天我們有教特別的句型就是什麼? 那還回到今天我們有教特別的句型就是什麼? 可數跟不可數名詞的那個故事嗎? 老師有講嘛對不對? comment還是什麼? 是special這個故事。 請記得大家去做操作層面是這樣。 所以說今天教費那多語法。 ok好,我們來介紹今天的phonic and phonetic。 那我們今天自然病毒與國際音標。 那當然今天自然病毒第二循環的課。 那還是一樣。 rule。 在原因的後方的r會讓前方的原因發出不是原有的長原因或短原因。 你可以發現or這個字如corn以及more. so,the r behind the vowel sometimes will make the front vowel not sounding the original its usual long vowel or short vowel. you can find or words such as corn and more. 重點來了齁,就是說我們在講,如果我們有個原因。 配上r,這個r會造成前面原來的原因不缺乏它原來的長緣或它原來的短緣。 對這個phonic自然拼讀的人,他就會這樣去記這個軌。 就是說r,什麼配上r會造成前面那個aeilu不去發出原來的短音或長音。 原來短音就是aeilu,原來的長音就是aeilu。 所以他們說最常見到就是or。 所以他們會背or,如corn以及more。 所以這就是自然拼讀的人比較特別一點。 他就是他自己會特別去背。 如果他覺得這個字搞不懂,他要你單獨的去背一下。 好。 OK, MATCH! OR! You wanna hear the sound? OR! So we have the words. Cork, port, horn, fork, corn. Cork, port, horn, fork, corn. Cork, port, horn, fork, corn. OK,所以我們今天這邊有幾個答案。 好,我們要把這五個答案寫回來。 寫回來。 好,那你自己寫回來之後,你看看怎麼操作。 A unicorn has a, a unicorn has a, a unicorn has a, we eat with a, we eat with a. A is beside the sea, a is beside the sea. We can pop and eat, we can pop and eat. A can close up a bottle, a can close up a bottle. OK,這五個,我們來想一想。 想一想。 當然有些感覺比較一對就對起來。 我來看看 有的時候我們在外面就可以用三除法 就先把它簡單的做完 OK, number one a unicorn has a a unicorn has a 答案是什麼 a unicorn has a a we eat with a a a is beside the sea we can pop and eat a a can close up a bottle 大家可以想一下 想一下 到底答案是什麼 a unicorn has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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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多页 还写了三本不同的 如果你现在叫我回去写 那我可能会写个两千页的出来 那一样没有人要买 页数太多 所以我就没必要 好了 我看下一个 所以有时候我常在 一个抉择点 我不太了解 现在的人的想法 现在很多人 你写的少 他嫌你写的少 你写的多 他嫌你写的多 那你还一定要去抓个不多不少的 他才愿意 所以老师有时候都觉得很困扰 困扰说 怎么 所以后来就变这样的 来我来看到 Rule 同学们你们知道 外国的教课书大概多大一本吗 有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上这个 有些有上大学的 应该 我不知道流不流行 买这个原文书 买原文书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最贵的一笔支出 不是学费 是教课书 外国人 外国人比较尊重作者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随便买一本书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十几二十年前的事 我们买一本教课书 因为老师44岁了 所以说 我想十几二十年前就是那个时间 我们以前买一本教课书 一本贵的 贵的差不多三四百美金吧 那个年代 三四百 现在卖多少 我不知道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去选 选面学个什么会计 会计科 它就厚厚一本 这么厚一本 外国的书都这么厚 八百一千页的彩色的 一本 一本我告诉你 小本的也是怎样 大本的都这么厚 我们是Taxbook Taxbook都很大一本 每一颗都是这么大 一本就三四百美金 你学费 我记得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 学费大概五六百七八百美金吧 对不对 那是一个学期吧 五六百七八百 我也忘了正确数字 我记得不贵 也不能说不贵啦 就这个价位 二十多年前 但是当时的一本书 三四百 所以我记得没错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我的买书的钱 是我的学费的 大概两到三倍 买书的钱 那所以人家问我一件事情 那台湾的书贵不贵 内陆的书贵不贵 我讲一句实话 我的书如果卖去美国 那个价位还高一点 我在这边卖 我看不懂啊 就是看不懂说为什么书价这么低 就是对作者的尊重度非常低 外国 所以外国人可以靠你是作者 过一个日子 亚洲人不行 亚洲的不行 外国的很多很多很多作者 他就靠写作 他写作的 他写出来的东西都通常价钱都还可以 看什么 看什么 所以说这个亚洲人到底爱不爱读书 我常在怀疑 来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书 这原音后方的R会让前方的原音发出不是原有的长原音或短原音 你会发现IR这个音 如bird you are这个音 如turn er这个音 如her 所以外国人很好玩哦 他讲的啊 所以说当你遇到IR you are er sometimes you can pronounce the eyes er sometimes you hear the er sometimes you hear the er words like bird words like turn words like her 所以对他们来说 I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I are, you are sometimes you hear the er 有时候你会听到 有时候你会听到 这个遇到这样子的组合 你自己背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Val and are 那这时候注意啊 那这时候注意啊 有主流的两种想法 art color stand for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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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control stand for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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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自己记得一件事情 对外国人来说 他 因为没有音标的辅助 他会讲art color er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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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对外国人 他还怎么学耳音呢 他会跟你讲 卡 卡 卡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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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会跟你讲color 你要记得color when you heard the er just remember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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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the same er that's the same er you see color 所以我们在讲 他讲这个 对外国人来说 听到color 就想到耳音 看到color 想到color 就是耳音 因为color 这个字 他们教到color的时候 是他们很小就学了 对不对 你现在你先注意一件事情 你去看一个小孩子 如果你周遭有小孩子 这种刚出生的小孩 六个月一岁的 我们talk about infants 小孩子开始长大了 我告诉你他第一个学的是什么 除了学爸爸妈妈以外 你知道学的是什么吗 color 真的是color 所以你有去看过很小的小孩的话 你大概懂我的概念 你在教最小的小孩 一开始在教什么 就教颜色啊 老外也一样啊 他会拿出一个红色 what color what color red red blue 他们学讲话 很小的小孩都在学颜色啊 因为他还不会走 不会跑啊 只会哭 只会吃东西 所以开始学的是color 父亲 daddy mummy red 就开始 你不信你去看幼教教材 最最小的小孩在学什么 所以color 这个概念 是生根蒂固的 我先讲color 这个概念是生根蒂固 那是你最小开始学的 对外国人也一样 so what is our control our control 就比较特别 所以他会学our color our control just remember the color just remember the color we talk about the color the er color 所以他会知道什么是er 从color中的er 出来的耳音 r control r e e or 好的 我们来前来啊 如果是r color 所以这边有两个概念 r color就指的是耳音的r r control就是指双元的r e or or 当然这是有音标的条件 是我们才看得到 r 以及r r e or 如果没有音标 你就要告诉我 我现在没想到这个字 它是r color or it is our control 好 那这个是e 这个是r ok 那我们来看啊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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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color o color o control o c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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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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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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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purse car 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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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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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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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sorry n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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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t shirt hurt shirt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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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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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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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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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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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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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大部分我們在講這個什麼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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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組合 多半都是念R 少數狀況我們會念雙元 R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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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狀況會這樣子 其實也不進來 要看你的 AR 尺量 如果你尺量夠高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還真沒個準 因為我們在講幼兒教育 會基礎教育的時候 確實AR 的字比較容易出來 因為有些 我就在為什麼AR的字比較容易出來 因為 先想吧 既然是幼兒 或者基礎 就像我講了 很多 你周遭路過的小孩子 他一開始在學什麼 就顏色 顏色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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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常常聽到COLOR 這個字 好 我們來看MATCH MATCH 我看後面還有什麼 OK 還是一樣 MATCH 這邊都有兩個字 兩邊一個選擇 兩邊一個選擇 然後你可以看看 你要會選左邊 還是選右邊 我看看有沒有同學想要坐這裡 我先不念答案了 Dogs have ant bark birds have feathers and warms wiggle and leave him fish have fins and swim in the have you wondered why 同學們可以想一下 又快到我們結束的時候了 這個早上的課 還是一樣 希望同學們今天晚上七點半的直播 老師會講一下關於一些學習層面 那我今天會比較多的層面 我先不會跳到四個主題 我都直接跳到那個funny那個地方 老師也會看狀況 那老師希望說 十月那個課 如果能順利的話 老師大概還會再去做那個雙一節的地方 我還在補一堂 因為我跟我老婆有在研究過這個課程的問題 當然老師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其實講老說 很多朋友看了我都覺得我最近變瘦了 為什麼變瘦就是煎熬 又要寫作又要教書 尤其像我如果把直播播兩場的話 他佔用我的時間跟精力就更多了 所以我也在想這問題 當然找上這個課程 找上這個公眾課 原則上我還是會想辦法 其實過了過完暑假之後 我的時間會更緊 所以我都是在靠意志力 在撐著 就是這個樣子身體是會壞掉的 所以我老師也是在想 我必須把我的時間調整到一個比較正常的時間 因為沒辦法從早交到完的話 人會送命掉 很多老師他教下午長 當老師的人都知道 你要嘛就是學校老師 早上交到下午就回家了 下午以後有些老師他們的課 多半都是行政 就是行政的工作 那像補教業的老師 補習教育啊 這些課後輔導 他們都比較偏向 下午以後 學校放學之後他們才開始上班 所以他們會上到90點 那當然老師 如果按我現在的規劃的話 那變成我早上一早起來 跟晚上又不睡覺 哇這中途這兩個時段 中間還穿插了我自己還有個學校 我自己還有員工 那這個樣子 我的時間會卡得非常死 我都怕哪天我教著教著 你看我從螢幕上這樣倒下去不見了 這是題外話 所以說 老師還好 我當初安排在暑假的時候 開始進行我的公衆課 就是希望說至少我能把公衆課 這個地方給大家帶 所以我換算一下時間 大概10月吧 這個公衆課也差不多 那希望大家 在我這個公衆課這個地方 有提升到大家 我一概的作風都是這樣 有給大家至少帶到一些 我覺得應該教的 應該教的 那有些徒學 看看考量 所以我在我的這個付費課程的話 如果 我覺得不是很理想 我原則上也是會做兩場 一場就要帶一件 一場就算一件 如果不是太理想的話 那我也不可能一直這樣 一直在 明知不可為而為 這老師也是 也是要撥配很多時間跟精力 去做一些事 就像我的公衆課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我每天下午都在寫東西 所以說 才會有公衆課這個進度 不然 常常有人問我 你都沒有幫手幫你寫嗎 你都沒有這個負編或什麼 我說沒有 我多半都是去提供你們一些寫的東西 所以說你要知道多少精力 一百堂課 兩百個小時直播 而且我通常教都不止兩個小時 所以說 我們就是當他兩百個小時 寫教案同樣 花更多時間 有時候你們看到這個教材 我在教的 其實搞不好 我教你兩小時 我寫也兩小時 這是一個重點 來我們看到 1到5 有沒有同學 願意 回答一下 有同學嗎 沒有的話 我就念了 來 Brian試試看 啊 Dogs 小 tiger アーバア Dogs Yes 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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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Fea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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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Birds have feathers And Chirps Okay Lahone Yes Win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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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es Winggo And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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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t Dirt Okay Yes Yes Bish Have Fings And Swim In the river In the river Have you? Yes Have you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Why Why OK 好 那我先把你放下去 OK 同學們 當然注意一下 有些字 我們想破音字 像這個叫什麼 Fea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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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念Feeder 它念Feathers 所以A 相對一次不去看的 我來這個念Fer 所以對外國人就是要去判斷 我來看 Dogs have fur and bark Dogs have fur and bark Dogs have fur and bark Birds have feathers and chirp Birds have feathers and chirp Birds have feathers and chirp Warm wiggle and living dirt Warm wiggle and living dirt Warm wiggle and living dirt Fish have fins and swim in the river Fish have fins and swim in the river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OK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所以 有些字很特別 像你看到ED 結尾 但是因為前面有原因 所以它只念The Wandered 再念一次 Feathers Feathers 這樣面 還是一樣啊 我們看最後一個story 最後一個故事 我們來看看 Corn Corn is such a great tasty tree It makes use to say please I can seek a lot of ways to eat and It is better than the peace Corn It's a great tasty treat It makes you to say please Corn is your tasty treat Corn is a great tasty treat Corn is a great tasty treat Birds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三对,二四对 然后一二对,半对 一二半对,不是全对 二四再做,三四再做半对 这个是寓音写诗的一个概念 但是这也可以称到一二三四半对不全对 这是一个写实概念,因为你要全对也是一个概念 所以当你全对在,它的类似运音都压到运 结尾的音有It is 所以你要这句懂懂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 你的英语除了在学这个发音以外 当然在进阶的层面 在进阶的层面 有的人就会把这个东西写得更完美一点 除了我要写个故事 我再给你压个韵脚 让你听起来更合理一点 更顺一点 像你在做一些广告啊 这些,或者写一些 这样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嘛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买卖东西嘛 用词要用的对 讲要讲的顺口 这些都是需要用脑袋的 要用脑袋靠脑袋吃饭的 或者你随便写一下 就这样 所以说很多人会重视专业 有的人不重视 有的人说我听听就好 老师认为呢 学习就是这个样 当然 如果你要提到发音 那还是一样 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程 那就是要你去了解什么叫韵音嘛 因为有的通常同学会讲 这个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公众课的story 故事这个地方 常常提到运营 怎么做运营 学习英语有很多方向 我相信有一天 如果你是从事英语专业的 运营都不知道 还想去做一些文化的 那个很难啦 你相信我啦 迟早都要学的 迟早都要学的 只是说有没有到那个必要性 很多人 所以我建议今天这个7点半 如果你真的 我下一场直播再建议在7点半 我还是一样 同学们 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一些 而且这个 讲到发音 我真的其实很困扰 因为当然他有分 很多人就说 有些老外我听了就对 我讲一句实话 我讲一句实话 那是因为你听不懂那个老外讲的 对不对 不是那老外讲的 对 相对的我周遭一大堆都是ABC 他从来都不会跟我讲这句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双方的英语的水平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英语的水平在哪里 所以很多老师 老师与老师之间也会互相怕的 因为我们其实讲老实话 稍微听另外一个老师大概讲话讲个半堂课 大家就知道他水平在哪 这不用去猜的 只有英语不好的人 才会觉得哪个老师讲的比较好 哪个老师讲的不好 对英语水平较高的 我们讲老实话 一听就知道对方的底在哪 如果不用去想就知道 那只是我们不说破而已 彼此就是 我讲一句老实话就不说破而已 我不会去说 猜不出对方是哪个水平的 所以相对的我很多朋友 他们很怕我在某个地方 很多我的一些朋友 国外长大的 根本不会中文的也有 非常害怕我就坐在他旁边 因为说多错多 对不对 但我从来就不会去标榜说 好像我讲的很好 这个我也不标榜 只是我对这个规则 游戏规则是很熟的 所以我们就常常在讲 所以有人讲一句话 有的人说 会讲的不见得会写 会写的不见得会讲 这句话我后来也领悟到 有的人说 有的老师长得比较帅 所以大家喜欢听他的课 有的老师比较会写 所以大家喜欢读他的书 所以我完全找不到我的定位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帅 糟糕了 我写的也还好 糟糕了 所以我有时候我还真的在想 到底要把自己定位成哪一种老师 会好一点 有的人听到我讲这个 可能就笑一下 长得也不是很帅 也不瘦 也不年轻了 也老了 那怎么办 对不对 好了 我刚才讲这个 运营的概念 这个就叫一三对二四对 那它有一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 Corn is such a great tasty tree It makes you to say please I can seek a lot of way to eat It is better than the peas One more time Corn is such a great tasty tree It makes you to say please It makes you to say please I can seek a lot of way to eat It is better than the peas 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个语调 来看 当然我去讲一个重点 核心 你要压在运 一定要讲 不管你怎么念 一定要顺到运营 Corn is such a great tasty tree It makes you to say please I can seek a lot of way to eat It is better than the peas 如果你真的把它压到运的时候 记得运营这个地方 一定也压到 好 那位同学来练习一下 I can think a lot of ways to eat Corn is such a great tasty tree It makes you to say please I can think a lot of ways to eat It's better than the peas Tasty Tasty A 所以这个字比较特别 它是A Tasty Tasty tree OK OK 好 那有些时候你注意 像这个看起来 像tasty的时候 有时候确实看起来像是短圆 但是它原来的字是taste 原来的字是taste 是长圆 是长圆 所以这个就要比较小心一点 好啦 谢谢Brian 今天这么合作 一直不停的上来 本来对老师好寂寞 哈哈哈哈 拜拜 拜拜 把你放下去了 好 那就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个地方 那希望大家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语法 那个地方做个复习的话 记得我先带的 这个礼拜几乎都跟情态动词有关 情态动词 情态主动词 还有一些 怎么联用的方法 那希望同学们去想想最近这几个环节 是扣在一起的 那有不懂的再去问 那老师请就叫到这边